男人竟然理所当然地点头 前世 他一直以为自己 作天作地 可以让霍明澈失望绝望 最后放弃自己 到现在他才明白 无论他变成什么样 只要他愿意 霍明澈都可以接受 只要他不从他身边逃走 顾九慈突然觉得自己 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这世上有这样优秀的男人 如此宠他 而他却为了渣男贱女 断送了生命 顾九慈情不自禁地 伸出手还住了男人的腰 把头埋在他的胸口 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对 以后我会努力对你好的 我真的不爱蒋玉堂 我现在对他恨之入骨 你不要不信我 男人原地僵硬了数秒 他不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 只是他依然不敢相信 这样的幸运 竟然真的会落在他的头上 他缓缓地伸出手 动作僵硬又生疏地露出他 感受到怀中少女 非但没有排斥 反而更依赖地抱紧了他 男人才一点一点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无声地安慰 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许运儿双眸赤红地 盯着眼前的这一幕 今天真是糟糕透顶 不仅没有破坏顾九祠 这个贱人和霍哨的关系 反而让自己跟姨父的关系 弄得也有些僵 不 此时 许运儿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他吓得面色一变 连忙拿出手机 按下接听键 转身就走 喂 运儿 你怎么现在才接我电话 嗯 刚才在厕所里 怎么方便接你电话呀 你找我是不是最美小时光女四 已经定好我了 运儿 这次恐怕不行了 我家突然资金周转不灵 已经撤出了最美小时光的投资 你想要的角色 可能会被另外一个投资人的女儿 给解足先登了 你说什么 运儿 你别生气 等我家资金周转方便了 下一步角色 我一定想办法 让你当女主角 运儿 你是在生我气吗 蒋玉堂一直没有听到 许运儿的声音 小心地问道 许运儿气得都快把路边 行道树的树皮给抠下来了 但是这个蒋玉堂 现在对他而言 还有极大的利用价值 他立刻放柔了声音 怎么会 你为了我 已经花费了很多心思了 蒋家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怎么会生气呢 运儿 还是你最懂事 最温柔体贴 那个顾九词 根本不及你万分之一 提到顾九词 许运儿的眼中 闪过浓烈的恨意 对了 蒋家既然资金周转不灵的话 你要不要跟阿慈说说这件事 他那么喜欢你 一定会帮你的 对啊 我差点忘记了 以前我只要哄哄他 他一定会帮忙的 嗯 校门口 大魔王因为一个紧急会议 被霍爸爸派人叫走 而他则上了顾家司机的车 回家 阿慈 这次你受委屈了 刚才校长给我道歉 教导主任和那些老师 已经当场开除了 学校会给你应有的名次的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学校 爸爸就 就让明彻 给你安排别的好学校 S高中 已经是地经最好的高中了 我不想出国 高考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我也不想折腾了 好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你以后 顾清源张了张口 习惯性地想要说教 在对上女儿的目光时 生生地忍了下来 算了 回家吧 顾九慈顺势点点头 也没再说话 他和老顾之间的芥蒂 不是一场好事就能解决的 回到顾家 看着福阿姨重新布置好的房间 顾九慈一头倒在床上 舒服地松了一口气 想到许韵儿 顾九慈拿出iPad来 检索了一下最美小时光的消息 大概是剧组保密的原因 并没有什么剧的消息 反而搜索结果里 谈出来许多小说相关的东西 顾九慈手指在iPad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 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 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 你觉得我去演戏怎么样 正在开会的霍名册 手机突然亮了起来 看见小九三个字 向来工作狂的某人 竟然破天荒地在开会的时候 悄悄拿起了手机 看到那行字的瞬间 霍名册的脑海中 立刻浮现了少女 和陌生人亲密的演戏画面 顿时皱进了眉头 可她还没有来得及回复 那边又弹出来一条消息 没有亲密戏的那种 想演什么 顾九慈眼睛都要瞪突出框了 她都准备好了ABCD四套 说服大魔王的方案了 没想到对方就这么 轻轻松松地答应了 顾九慈迅速回复了一条消息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做你喜欢的 顾九慈心满意足地 往床上一倒 这种被人支持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她不知道的是 霍名册发完这条消息之后 立刻给湛英发了一条消息 正在会议室外面 当门神的湛英 看到这条消息 傻了眼 去考察一下 Top5的娱乐公司 和影视公司 准备收购 主子 怎么突然想要进军娱乐圈了 第二天一早 顾九慈下楼吃早饭 破天荒地发现父亲顾清源竟然也在 苏福荣和许韵儿也碰巧都在 阿慈 都日上三杆了 你这个小懒猫才起来 快过来吃饭 大家都在等你呢 现在才七点半 怎么就日上三杆了 顾九慈正准备反击 忽然 主位上的顾清源开口了 他一句话说得全家人都愣住了 苏福荣更是瞪大了眼睛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往常 顾清源一定会顺着他的话 说叫顾九慈的 今天怎么会 许韵儿则是目光复杂地皱紧了眉头 他不安地发现 顾九慈妇女之间的感情 似乎正在修复 学校八点才上课 催什么催 阿慈 过来坐 哎 他刚坐下 一杯牛奶就递到了他面前 老顾别扭地严肃道 好好吃饭 哦 顾九慈心里叹了口气 老顾这说叫的口气 一时半会儿还是改不掉啊 是我不好 阿慈啊正在长身体 应该多吃一点 你现在已经高三了 以后好好学习 别再让你爸操心了 这句话刚一说完 饭桌上顾家三个男人 齐刷刷地朝他看了过来 苏芙蓉心头一跳 怎 怎 怎么了 旁边的许韵儿想要阻止 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面色冷沉地低头 阿慈想考第一就能考第一 根本用不着我操心 你们一个个都把他当傻子 往后得改 苏芙蓉这下连表情都控制不住了 他还想张口说什么 衣服就被女儿许韵儿拽住 妈 别说了 吃了早饭 不再状况的苏芙蓉 就被许韵儿给拽走了 依旧是二哥开车载他去学校 没想到校门口 校长竟然站在路边 顾同学 你可算来了 我代表全校教师 正式向你道歉 二哥顾七爵看着颇有些扬眉吐气 校长 现在知道 我顾七爵的妹妹多么牛逼了吧 以后你们学校 想要博一个试状元 还得看我妹妹的心情 知道没有 知道 知道 今天学校已经公布了年级大考的排名 顾同学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你现在已经是A班的尖子生了 要不 我现在就派人去F班 把你的东西搬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 阿慈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不就是搬个书吗 我还是可以的 二哥 你快去学校吧 那好吧 有事一定给二哥打电话 被欺负了 一定要说 知道了 一旁的校长心里忍不住吐槽 在S高中 谁还敢欺负你妹妹 这个混是小魔王啊 顾九慈静止朝着F班走去 一路上 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射在他身上 四周更是充满了窃窃私语 你们看公告排了没有 就是 顾九慈既然考了第一 对啊 学校是不是记错成绩了 就是啊 当了三年的倒数第一 转眼就变成了全校第一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 我听到的消息 是顾九慈在年级大考中作弊了 真的假的 年级大考这么严格的考试还作弊 校方一定会处罚顾九慈的吧 处罚个屁啊 两主任和好多个老师都被迫辞职了 是不是顾家给学校施加压力了 嗯 你没看见校门口 校长都对顾九慈点头哈腰的嘛 这两主任真的好刚啊 无相强权低头 就是 顾九慈淡定着听着众人的话 持瓜群众竟然没有一个表示不质疑的 不是他这三年混得太差 就是某人起了个大枣给他招黑啊 顾九慈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是不是真的作弊了呀 凭你的智商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 你 黄历历气得想要干架 可是三年前就干不过顾九慈 只能嘴上说说 眼见着顾九慈抱着一罗书出了F班 走出班级的大门 顾九慈回过头看了眼 他待了三年的班级 拜拜了 我混乱得过去 头也不回地朝着A班走去 那里也不是什么安宁和谐的圣地 只是新的战场罢了 此时的A班早就已经炸开锅了 女生们都围在许韵儿的身边 打听顾九慈的事情 诶 韵儿 那个混世魔王真的要来咱们班吗 你跟顾九慈是表姐妹 你告诉我 顾九慈是不是真的作弊了 你们别问我了 我答应了阿慈 一定要保密的 太过分了 自己作弊不说 还逼得正直的梁主任和F班所有的老师离职了 怎么有他这种恶毒的人 就算他来了 我也一句话都不会跟他说的 对 这种人太可怕了 千万不要跟他沾上任何关系 许韵儿心里不知道多高兴 顾九慈 你以为来到A班就会太平吗 你一样会被孤立容不进去 唯有坐在人群之外的陆小桑 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经过那天的事情之后 他心里忽然觉得 也许顾九慈并非大家所想的那样 那个婚事魔王来了 顾九慈一脚踏入A班 果然收获了一整个班级不善的眼神 大家静一静 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坐好 学生们还是卖给校长面子的 都各回其位 顾同学 你看看 你想坐在哪个座位上 顾九慈打眼瞧过去 除了讲台两边 查生专属座位空着 最后一排空着 剩下的就只有陆小桑的身边了 你想坐哪个座位都可以 我安排同学给你调换座位 顿时 全班同学都如临大敌 脸色一秒垮了下来 大家都不希望和顾九慈成为同桌 许运儿低着头 隐隐勾起了唇角 现在的局势正中他的下怀 想到这里 许运儿调整了一下表情 抬起头来 正要张口 顾九慈就在这时候勾了勾唇 就他旁边了 我觉得挺好的 校长朝着顾九慈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陆小桑 从今天开始 顾九慈就是你的同桌了 你们一个年级第一 一个年级第二 挺好的 好个屁呀 陆小桑的内心欲哭无泪了 他也害怕跟这个混事魔王同桌呀 许运儿则是微微争住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顾九慈会选择陆小桑 嘿 我想挨着窗户坐 你不介意吧 陆小桑抬头 正好对上顾九慈斜似的笑容 不不不 不介意 陆小桑感觉自己被蛊惑了一样 立刻收拾东西 把里面的位置让了出来 顾九慈坐下来 无视四周投来的目光 旁边陆小桑已经回过神来 顾九慈在心底里叹了口气 从书包里拿出那本笔记 扔在陆小桑的桌上 这笔记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了 我闲着无聊 给你笔记升级了一下 好好看看 说完这番话 便戴上耳机趴下睡觉 诶 一个学渣 给一个学霸 升级学习笔记 这不是搞笑吗 就是 陆小桑的笔记回咯 陆小桑翻开自己的笔记 只翻了几页 他就立刻瞪大了眼睛 他想 他大概知道 顾九慈考第一的原因了 此时第一节课的铃声响了 A班的第一节课 是数学课 不一会儿 带着酒瓶底眼镜 秃头的中年男老师 走了进来 上课了上课了 有些学生 还有没有一点 当学生的样子 陆小桑小心地扫了眼杜方杖 悄悄扯了扯顾九慈的衣角 嗯 干什么 那个 顾同学 现在已经上课了 哦 顾九慈摘了耳机 狠给陆小桑面子地 支起了额头 杜方杖气得脸色铁青 但也没再说什么 冷声开始上课 我们今天来讲 昨天年级大考的试卷 由于大家的准确率比较高 只讲最后一道题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原题 这时候 有个同学突然站起来 望着顾九慈挑衅地开口 老师 顾九慈不是在年级大考里面考了第一吗 听说他数学是满分 不如让他来讲讲这道题怎么样啊 他是拿着正确答案抄上去的 你既然要他讲题 余顾你真是太有创意了 同学们开始一个两个的起哄 就等着看顾九慈原形毕露的笑话 顾同学 大家都这么热情地希望你讲题 要不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顾九慈微微眯起眼睛 并没有着急答应 大家都以为顾九慈是心虚 刚刚那个起哄的男同学于顾 更是大笑着 顾九慈 你不是数学满分吗 怎么 让你上来了 你反而不敢了呢 是不是作弊了 其实什么都不会 所以心虚啊 他肯定是心虚 行了行了 他不会 大家就不要为难他了 还是我来吧 杜方丈看够了笑话 挥了挥手 以老师的口吻 准备把事情翻过去 这么简单的题 还有这么多人做错 A班 也不过如此嘛 你 所有人气愤地看向顾九慈 尤其是余顾 因为他是A班的数学课代表 这道题目 他就做错了 顾九慈 慵懒地站起来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顾九慈 信不走上讲台 然而接下来 还有更让他们 大跌眼镜的事 顾九慈 竟然真的 在一本正经地讲题 首先 把题干浏览一遍 这道题 一共分为三个小题 考的分别是三个方向 函数 解析几何 数列 我先给你们把 相关公式列一遍 这下 除了震惊顾的陆小桑 A班其他人 全都张大了嘴巴 这怎么可能 许应尔更是瞪大了眼睛 死死盯着讲台 手里的试卷 都快被他给捏碎了 余顾不想承认 顾九慈的讲课方式 甚至比杜方丈 还要好理解 杜方丈紧张地舔了舔 自己干巴的嘴巴 这丫头的讲题思路 竟然比他还要清楚明白 诺 这样 第一小题就解出来了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顾九慈就讲完了 第一道题的解题思路 他淡淡撇过台下 那些惊恶的学生 曲起手指 以指关节猛地 敲了两下黑板 看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答案 看黑板 这一句话 颇有班主任的恐怖气势 A班那些同学 猛地回过神来 本能地吓得一哆嗦 习惯性地拿起笔低头 认认真真的记起了笔记 服了吗 我 你是不是 把答案死记音背下来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顾九慈丢给对方一个 看待白痴的眼神 哦 对了 其实这道题 还有另外四种解法 在众人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 顾九慈云淡风轻地开口 刷刷刷地在黑板上 写下四种解题方法 顾九慈写完四套解法 手里的粉笔头 以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落入到粉笔盒中 那画面 让陆小桑觉得 像极了《枪战》电影里 主角转身扔了打火机 身后立刻滔天火海的感觉 下次求我讲题的时候 注意你们的态度 顾九慈目光扫过那群 呆若目击的学生 整个A班鸦雀无声 刚刚叫嚣得最厉害的余顾 老老实实地抄写黑板上的解题思路 杜方丈尴尬地想拿起粉笔掩饰 却发现自己的手都在抖 难道 梁主任真的错了 是他们差点葬送了一个天才 顾九慈回到座位 便直接戴上了耳机 趴着睡觉 真是无趣 早知道 还不如选最后一排来得清紧 陆小桑偷偷看了顾九慈一眼 悄悄地把自己刚刚拍摄的视频 发送到了某音上 下面大家自协 杜方丈有些心虚地压低了声音 全门仿佛都害怕吵醒顾九慈似的寂静无声 露了这么一手之后 顾九慈的耳边总算清静了许多 连带着接下来其他科目的老师上课 也不敢招惹他 生怕被他打了脸 露得比杜方丈还惨的下场 就这么到了中午 一众人走出教室 他转过头看向身边的陆小桑 陆小桑 你中午 阿慈 他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完 许韵儿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把陆小桑挤开了 陆小桑脸色一抹 悄悄放慢了脚步 和他们错开 顾九慈微微皱眉 似乎在A班被孤立的人 不止他一个呀 阿慈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咱们好久没有好好聊天了 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去食堂吃饭 当然了 这还有什么好问的吗 那好吧 这可是你自愿的